其實現在最熱騰騰就是接下來這幾天 我們要關注日內瓦車展 其實很多的新能源車也接二連三出來了 比方說現代的Kona有推存電車 還有UX 好神秘喔 因為日內瓦車展實際上是各車廠 還有甚至有些設計概念 最適合亮相的一個展覽場合 因為如果說像一般我們各大車展的話 車廠最重要的車款可能都會放在法蘭克福車展 歐洲車廠的話 日內瓦車展他們就比較接近未來 或說我要呈現一個外型的設計概念 Hyundai在這次 當然明天我們才會正式開展 有些詳細的規格其實要以正式公佈為主 我們現在知道的話 像Kona也是去年才推出的Kona Kona車型它也在這次日內瓦車展 我們預計要推出的全電動的車型 也是要正式的一個量產化 那就表示其實現代 其實我們這幾年看 現代集團動作其實很大 他們在新能源跟未來的一個趨勢來講的話 他們其實也跟歐洲車廠 是已經走到了同樣的一個速度 這個是事實上對我們來講 是還滿期待它有什麼新的一個玩法 對 會有一些不同的創意 另外比較傳統的就像TOYOTA TOYOTA集團的話 它就是Lexus跟TOYOTA都有一個新的車型 由於是Lexus的話 UX車型的話是在NX再小一點點 就是NX再小一點的車型 所以說它的定位再小一點 就表示它的市場有可能再更大 它一樣就一樣是這種 這所謂的小排氣量引擎也全部都會有 然後再加上它的所謂Hybrid車型 也一定統統都會一併的全部封上 他們家的強項 對 然後就表示未來 我們在急頻的時候要更頭痛了 因為又多了一個選項出來了 對 另外TOYOTA TOYOTA還有另外一個Arius 這個是已經確定了 在前幾個禮拜 核泰的這個場合上面有確定 確定今年會引進的一個車款 這個是一個全新大改款的車型 所以說消費者也是在 可能明後天日內瓦車展 正式發表的時候 可以稍微關注的一個車型 Arius 這台車 另外在這個賓士的部分 賓士也有 賓士的部分 它又延伸出來 它又延伸出來了 過去我們知道 這個AMG GT雙門跑車很帥 結果它竟然又從這邊 又變種了出來一個四門的一個 FORDO Coupe FORDO Coupe 整個延伸出來了 然後變成說 在整個規格表裡面 又要再多了一個新的車型 所以我們雞皮的時候更刺激 雞皮刺激 那是我們大尾巴 你們比較辛苦對不對 我相信銷售人員 可能頭又一個多兩個大人 它又要多一個 多幾個車型 尤其是在這新人員的趨勢之下 現在我們可能會覺得 GT FORDO Coupe 應該就還是傳統的七合引擎 但在這個趨勢之下 它會不會也要裝入這種 有加入Ruby系統的 這也是我們未來可以觀看的趨勢 可以觀察到 而且人家有個 接下來有個新的品牌要耕耘 就是EQ 誰知道會不會哪台車 全部都掛一個EQ 那又不一定 因為這個會發展非常快 因為進入電動化會非常快 要嘛就不出現 一出現就目不暇擊 就像當初我剛認識賓士這品牌 我背都背不完 未來也是背不完 因為呢 那個品項有太多 選擇也非常多